波士段连环爆炸造成三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虽然发生这么不幸的事件 但是许多民众都在第一时间加入救援的行动 许多原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也藉由彼此的帮助 互相加油打气 爆炸发生后现场陷入混乱 恐慌 通常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选择逃离现场 但也有许多民众第一时间加入救援行列 这名年轻女生扛着无法行动的陌生女子 一步一步往前走 另一名壮汉看到连忙一把爆起 人们自发性的互相扶持 拥抱 加油 打气 从原本的素不相识变成像家人一般 除此之外附近的医院涌入大批捐血民众 令院方相当感动 CNN主播更专访到两位在第一时间 冲进事故现场救援的义勇 这名男子是为了纪念两名儿子 在一场伊朗炸弹攻击中丧生 才来参加马拉松 没想到竟然遇上炸弹攻击 他不是冷漠离开 而是奋不顾身投入抢救 另外这名女医生和父母参加马拉松 没想到亲眼看到八岁男童被炸弹搏击 当他回想起当时抢救的伤患 有的失去意识 有的血肉模糊 情绪人难掩激动 这些人在关键时刻不是自顾逃难 而是付出无私的精神与行动 令人相当动容 也让人看到在这起不幸意外背后 社会光明的一面 东森新闻 张晓璇 陈世勇报导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 15号揭晓了 纽约时报最风光 一举拿下四个奖项 其中纽约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 以红色贵族内幕报道 揭发了前大陆总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 获得国际新闻奖 大陆官方指控 相关的报道别有用心 2013年普利兹新闻奖揭晓 最受瞩目的得奖作品 就是纽约时报揭露大陆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成员 致富内幕的报道 获得国际报道奖 纽石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连发了三篇文章 报道温家宝家族过去十年来累积巨额的财富 作者都是纽石驻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 第一篇调查报道发表的时间 刚好是中共18大前夕 又跟新华社公布免除 薄熙来是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同一天 更让外界震撼 纽石也因此面对包括埃告等强大的压力 纽石指控早在调查报道公布之前 长期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骇客攻击 认为骇客想要取得的是 关于温家宝报道的消息来源 而在普利兹奖揭晓之后 大陆官方则斥责纽石的报道别有用心 同学人甄雄邓文青报道 纽约市一所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 42%的受访者认为 纽约市政坛贪腐的现象相当的严重 纽约市联邦检察官上个星期 一举逮捕了11名民选官员之后 纽约州长就决定打铁趁热 提出公共信任法案 这个做法却意外的引爆 纽约市长参选人之间的口水战 报道指出 最近一连串的民意代表涉案被抓 让纽约的政坛蒙上了一层阴影 州长提出的公共信任法案 就是希望能够赋予纽约地区检察官 更大的权力来进行查会 市长参选人也纷纷的打出 打击贪腐的政见 并将矛头指向参选人市役长科奎英 也掀起了一场口水战 行吗 行吗 要赞